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牛仔片裡面 看到了美國各式各樣的 印集裡面 好萊塢影集裡面 絕對不能錯過 也不會不知道的一個地方 叫做美國大峽谷 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首 其中七遍的大峽谷 是大峽谷 當中唯一深度開發的旅遊資源 讓你深度地體驗大峽谷的壯美 也是遊覽大峽谷的首選之地 現在在這裡面 你可以深刻深刻地看到大峽谷 在這裡還可以看得到白頭老鷹是美國的國鳥 1782年6月20號美國國會通過的決議立法 將這種美麗莊嚴的空中之王 代表著美國立國精神的國鳥 在美國的鈔票 郵票 美國的錢幣 美國很多的美國圖案當中 都可以看到有老鷹的圖案 這個老鷹就在這 當地的人華來派印第安人 是信仰創世主跟雄英指落的部落 他們每一天第一件事情 就是祈禱創世主的保佑 而這裡的老鷹 白頭老鷹就是跟神過中的使者 也是智慧勇敢力量的象徵 所以這裡跟美國有這麼深刻 這麼深厚的關係 大峽谷國家公園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廣大 也非常可以做深度旅遊的地方 但是真正要深度旅遊 我們市場上就看到的大峽谷 是沒有辦法深度的 大部分會以一個清空步道 為它主要的選擇地點 因為真正一個地方 如果你要認真的來講 你要深度旅遊走下去的話 其實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影響是什麼 深度旅遊一走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費用比較高 近幾年來高單價的產品 在台灣並不是特別受歡迎 所以很多人會看到 你怎麼去這個大峽谷沒有去過 或者是說為什麼去看到這一塊 沒有辦法的事情 大峽谷其實真正美麗的 深度之旅其實在西大峽谷 我們其實就是從西大峽谷走進來 正常來講 大峽谷其實最有名的 反正是天空步道後期所蓋的 在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大峽谷真正美麗的 也就在這部分人士的 比較深度經典的地方 這種熊厚的 魂厚的一種鳳林當中 我看到老鷹不難理解 白頭老鷹就配上這個大峽谷 真的就是美國精神的象徵 這個老鷹岩也是在這裡非常重要的 當然這裡另外一個深度的體驗方式 就是走上天空步道 感受熊鷹 看看這個峽谷的感受 我們待會兒的晚一點 我們也會走向天空步道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也是西峽谷 很美啊 真的很美啊 大峽谷走到哪 都讓你覺得震撼莫名 美國西南部的國家公園 1979年被立為的世界自然遺產 已升達了1500公尺 迪迦拉河叫做克羅拉多河 耗費幾萬年所切割出來的 克羅拉多大峽谷景觀 文明於全世界 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西北橋 整個大峽谷的走向為東西巷 中長有349公里 寬度最窄的有6公里 一直到最寬的25公里 將大峽谷分為南峽谷跟北峽谷 這裡標準的高原地形 所以這個高原也叫做凱巴布高原 1908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倡規劃 當時只叫做國家紀念公園 在1911年創立了國家保護區 把這裡列為了國家公園 1919年美國國會的法案通過 正式將大峽谷最深景色最美的一段 又有170公里的寬度 最深最美就有170公里 算高吧 列為重點 超級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峡谷 国家公园 美国西南部的国家公园 在1979年 它被列为了世界的自然遗产 深达1500公尺 由科鲁拉多河 耗费万年所切割出来的 科鲁拉多大峡谷景观 闻名于世 这非常美丽的峡谷中仓 349公里 最窄的6公里 最宽的 到达了25公里 将大峡谷分成了南园跟北园 所以有时候你来这趟的时候 你就有发觉三人 人家说 你去南峡谷或北峡谷去途 我们他们就是这样 他去分做南北边 还分成当塞两边 这个所在高原 也叫做凯巴布高原 我们在西峡谷 一般来讲 当然大峡谷文明于世人的 民生达得比较响亮的是在 不是在西峡谷 它是在天空步道那 和西峡谷是比较少人来的 进入大峡谷的西峡谷 跟另外一个峡谷 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别 差别在于价格跟这个路程 因为西峡谷的路程 真的来得比较遥远 虽然它看到的比较原始 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民生 知名度没有像天空步道 来得那么的游民 但相对之下 它带来的景观 来得更加的震撼 大峡谷国家公园 在1908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 他提供跟规划出来的 当时规划出来之后 你看其实算很久 我们认真的来说 有国家公园这个概念的美国 你看在1908年就已经出现了 每一年参观的人次到现在为止 每一年有400多万人会来这个地方 大峡谷的国家公园分成的南北两边 南边一年四季都是开放的 许多的游客 北边的海拔比南边高了一点 冬天下雪也比较多一点 因此大部分都在夏天开放 西峡谷更不用讲了 它的自然环境保持得比较好 它也是一样 一年四季都有开放的 既然峡谷只有在北边 它是比较原始 没有任何的公共运输可以抵达 大部分的人参观大峡谷 西边跟南边 就这两个地方是最多人来的 尤其是来到这边 它可以搭乘这个直升机 再去克罗拉脱河来看看 那然后熟悉历史的人 你也都会知道 美国土地上最早的土著 居民就是印第安人 如今在美国 印第安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整个世界 印第安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少了 16世纪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 开始向美洲移民 他们最初以为美洲是五种之地 不料上面当时住了 非常多的印第安人 以前的学者 其实估计过 当时在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人 有8000万到1亿左右 你看这么多 不可动摇的结论是 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 广阔的北美大陆 也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居住了 而且 北从格里兰岛南到火地岛 都有大量的印第安人的足迹 印第安人遍布在整个美洲大陆 北美跟南美 而美洲的资源丰富 土地也比欧洲 肥沃很多 还有那么多的自然野生的动物 然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开始 依仗了先进的武器 对印第安人大势的毒杀 所以现今我们看到印第安人也很少了 尤其是在1554年 布特亚殖民者对巴西的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屠杀 在欧洲人在北美建立了美国之后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更是明目张胆 所以1814年美国詹姆士马尼迪逊政府参考 1703年的北美各殖民地的议会 做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 每一次搅上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 美国政府就会颁发50到100块美金 很多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在美国的这种历史上 完全都呈现了出来 据当时西班牙哥伦布1992年 发现的美洲大陆 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第安人 有3000万到1亿之间 到20世纪70年代 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 全国各穷乡必然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 总人口多少呢 听说还不到80万人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二战时期的德国人 对犹太人赶尽杀绝 犹太人又成为犹太民族 这些对犹太人的整体印象 是犹太人是富有而聪明的 纳粹的迁徙运动 没有洗掉了犹太族 但是呢 如今你看看 印第安人 一对犹太人跟印第安人 这两个都曾经赶尽杀绝 被赶尽杀绝过的民族呢 犹太人跟印第安人 竟然有着不一样的结果 来到了大峡谷国家公园 我们更可以看得到 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美国唯一目前留给原住民 自己经营留下来的土地 就在大峡谷国家公园 所以我们来到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多 印第安人的文化 保留在这边 但跟以前比较 人口已经少很多了 今天那一段呢 是目前 路的66 走过八个州 只有这一段 在亚利桑那州保存得最好 美国在1985年 已经把这条路废掉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1950年代 已经在盖全国新的高速路 那这个叫highway 不叫飞way 飞way没有红绿灯 highway有红绿灯 highway和飞way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有速率比较高 一个比较低 一个有红绿灯 一个没有红绿灯 就这样子 这边很恐慌 真的你站在66号的中间 没有车 也好好拍个 好朋友拍个纪念照 这个高速路 是由1919年11月11号开始 由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开始 那跑到什么时候 跑到了1987年2月18号 正式在地图上消失了 因为在1987年 就是我们75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高速路也都有了 那你想 它那个路上有红绿灯 这个路速率呢 又只有6570 那我们刚才跑的是80 我讲的都是英里 比英里你乘以1.6 你看看我这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们呢 这个地方叫Singerman Singerman 那这个全程这条路 由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到这个地方全程 2400英里乘以1.6 你看看多少 我们台湾才360 人家光这条路 240英里乘上1.6 你证证看 所以非常的漫长 那这个路呢 你如果现在还是可以用 只是大家为了节省时间 不开了 那我们现在下来这一段 一路上 你会看到写的 路等66 路等66 16号 是一条这么有名的公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可以像66号公路那样 这样真有名的 美国人在美国大陆 在美国大街 也叫做母亲之路 他集了很多人 对66号公路的title 放在这一条公路之上了 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 最向往的公路 旅游圣地 66号公路 所以66号公路呢 欧越的本身公路 本身这一个名号 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的符号 甚至做了很多的T恤 很多的纪念 一条公路如何拥有 如此神奇的力量 这是因为 在20世纪美国历史上 不约而同的 很多美国人呢 在历史上 都踏上了66号公路的增长 它起源于五大湖南岸 美国第三大城 Chicago 芝加哥 终点位于LA 美国的第二大城市 穿越了八个州 三个市区 全长 总共有3940公里 66号这么长 3940公里 很长 最东端的五大湖 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区域 拥有地球上 非极地淡水资源的五分之一 聚集了芝加哥 底特律等多个大城市 是北美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市群 北美五大湖 一路向西走 如果你对美国的地理位置 很有兴趣的话 你把地图打开来 你就可以知道 我在讲的这条公路 距离有多么多么的遥远 一路跨越了密西西比河 一路跨越了美国的梁昌 超过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 穿越了奥克拉河马州的大平原 美国的梁昌 穿越德州与新墨西哥之间 一万五计的草原 美国的广大 我告诉你 你有办法从美国西岸东岸开一招 你会吓一跳 你会觉得世界上哪里这么大 美国哪里这么大 我是一万五计 跨越亚利桑那州 你就会了解到了 然后包括一直进入到亚利桑那州的 这种丹霞地貌等等 所以你觉得它有多么的厉害 66号公路本身带有的特殊意义 这就是人们可以东西部自由来往 串联的美国经济 你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 想要开车从东部到西部 或者是从西部到东部 你一定会异常的牙工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美国 平整的水泥路变非常非常的少 我想现在美国是一个公路网 那时候美国的土路 泥巴路 碎石之路 构成了主要的道路交通系统 你知道 美国人很聪明 一开始就知道 路是交通命脉 路是经济命脉 有了路 有了经济命脉 我告诉你 这个国家就会长生起来 所以美国一定要把车努力的 要过来的时候 你看他有多么的辛苦 当时泥巴路都很多 那美国人最不缺乏的就是冒险家了 1903年美国的Dr. Jackson 两个人跟另外一个叫Clock的两个人 跟带了一条狗一辆车 开启了历史上首次驾车穿越北美的大冒险 在美国的东部 他们的车速只已有16公里 在美国的西部更低 只已有到 那么你都能叫个 Zames 叫做Zames Dian 他在好莱坞拍了一个电影 叫做《养子不叫谁之过》 然后有钱了买了个保时铁场 开得非常快 撞到一个后柜车底下 当场 Sayunana 好吧 这非常有名的 然后 我说了两个人一只狗呢 穿越了美国轰动的全美 美国这么大 美国人都想亲自去看看 穿越美国的感觉是什么 突破双腿 马车 铁路的限制 在美国的土地上自由地穿梭 整个20世纪的时代 人们对于汽车的购买欲望 极大的被动 主动 1903年 美国汽车保有量仅为数万辆 1912年就突破100万辆 1929年更突破了2000多辆 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 拥有了汽车连接美国各个角落 美国的公路系统 Highway City 也被提上了国家的主要的 这个工作项目之一 后来呢 许多名声非常有名的公路 都开始出行 1926年规划的全美的公路系统 它就已经慢慢地完成了 全美被誉为一只孤独的公路 50号公路 全身是林肯公路 那全美呢 连接东西部的66号公路 由此奠定了美国的经济基础 66号公路原本是无名小组 没有人能够料到 它的声明将超越同时代其他的公路 66号公路的建设相对较晚 1926年才正式动工 历经了12年 它铺设完成 66号公路走的都是斜的 因此呢 也被称为叫做大斜角公路 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 历史上向西迁移 无论从东部哪条公路出发 都会跟66号公路相遇 所以它等于是美国的经济命脉 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东西部 两边串联了起来 所以很多人 我相信横跨美国的人 对66号公路一定一定都不陌生 因为66号公路代表着在美国 他们的经济 所以这就是导致的好公路 带给我们 也带给很多人来到美国的时候 都会看到这一个Mark的原因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入到了大峡谷国家公园 另外一个中头戏 这也是每一年 为什么我们的美国线 抱的都比市场上的还要来得高 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来做直升机了 但我们每一年都把这个直升机 抱在我们的美国大峡谷里面 现在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做直升机由大峡谷 精彩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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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接着一台 没有在停歇的 下来就马上再走了 下来就马上再走了 所有人要搭乘直升机之前 要先去柜台报到 趁你的体重 看看一台直升机能够载几个人 安全性之高 美国这一个大峡谷的直升机呢 天天几乎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一架次一架次的起飞又起飞 起飞又起飞 一台直升机做四到五个人不得了 现在我们飞上一段从空中来了解 看看美国大峡谷壮丽的画面 我们飞上去之后呢 除了可以从高空上看到大峡谷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 直升机呢 他会提到克罗拉多河的下一处 我们提到下一处呢 在大船有克罗拉多河 这也是在大峡谷游过程当中 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的其中一段 虽然它的代价不小 代价真不小 整个案内包括 台币七千到一万之间 我也忘记金额了 不小 非常的贵 那对美国人来讲 还好 因为美国他们的经济人力 是我们大概两倍以上 所以基本上还好 所以这个活动非常非常好 受到美国人的反应 这我也常常在中国 很多人提过 出国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 有时候 我常常讲 他无缘开封开 人出去可能对于一些小钱反而他花不下去 我倒是觉得不需要 反正我常在节目上讲 安拉开 安拉切 花在你身上 又没关系 对不对 反正钱赚来不是存起来 钱赚来是让你过生活的 是让你享受你的人生的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 他会享乐不好 但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要懂得享乐 不然你存那么多 有什么意义 对吧 大家 感谢观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发源于洛杉矶的科罗拉多国 全长2330公里 流进了美国七个州之后 下游沿着亚利沙拉州 跟加州的州界 流入了墨西哥的国境里面 流入了加州湾北端上的小岛 在墨西哥境内 入海前冲击出一个小岛 叫做蒙塔湖岛 所以理论上 科罗拉多河的入海口 就在墨西哥 不过1960年以后 美国这一段的科罗拉多河 就已经没有入海口了 因为美国境内的科罗拉多河流域 带了非常多的水坝 把90%的河水 淋走了去灌干了农地 所以墨西哥人很气也很恨 甚至盖了水坝之后 在上游盖了水坝 送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喷水池 所以只有剩下10%的水流 游至下游跟墨西哥 现在墨西哥基本上 原本它的出海口在蒙塔湖岛 这个地方科罗拉多河流域 已经是干旱跟盐化的土地了 所以在美国的新墨西哥水库 灌溉区内有一大片的农产区 完全是机械化耕作 它的冬季含量 占全美消耗量的90% 因为科罗拉多河的死亡 全美国人都毫不了任何一个责任 而它盖水坝 上游盖了下游就完了 所以很多人在讲长江三峡 其实在美国也不遑多让 其实有时候你也知道 美国人他比较会操作舆论 操作新闻 科罗拉多河的下游生态 跟科罗拉多河上游盖水坝 绝对是完全是相关的 这也是生态的浩劫 导致美国境内的科罗拉多河 各州用水不足 常常引爆了各州夺水的争执 在美国一切向前看的 每次资本主义的治理之下 所以利用优先犬一产食来衡量 当然优先就会提供给谁 那是维加斯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 科罗拉多河峡谷 我们在大峡谷上风飞飞飞飞飞 飞到最后我们会到 它的谷底 科罗拉多河河畔 在坐上科罗拉多河游览的船只 来走一小段的科罗拉多河 但是呢 这个也可以看得到 美国经济主义底下的科罗拉多河 美国的水库等等 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条长达2000公里的科罗拉多河 就因为美国在上游盖了 非常非常多的水坝 导致成科罗拉多河 改变了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有600多万年的历史了 很快的美国西南部 跟墨西哥的西北部 流进了美国多个州 大峡谷的风光 见首掩底 你能够亲自来登顿看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市场上 也不见得每一次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 坐上这个直升机 来游美国的大峡谷 我们讲真的 有时候就当你想坐 整团都没坐 你还不一定做得了 对吧 如果一团有30个 只有5个人想坐 另外的25个人不想坐 那你还没办法坐 所以我说能够坐上直升机 到下游来游 克罗拉多河 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虽然很多人常常会以团费 来衡量所有一切 不能说很多人 大部分 用团费来衡量所有的一切 所以有时候在团体的旅游上面 你要去包装它 你要去改变它 有时候还具有一定难处 为什么 因为这市场机制 市场你为了要成团 你还是得 价格上面还是得考量到 售价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往往 你要把它包得琳琅满目 淋漓尽致之下 你就没有办法做到 太多的包装 因为你必须把它包装起来的话 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我常不了解为什么 成本反映在售价之上 这么简单的道理 常常很多人都是不了解的 会用售价必须反映出 你高成本 为什么低售价 可以做出高成本呢 我常常非常非常的 不能沟通 也不能够了解 在欧美很多的国家 大致上很多人 都会用行动去支持 其实具有成本 具有品质保障的商品 我想台湾在这一块区域 还必须要努力 不管在各方面的食安 或者是旅游 甚至生活 甚至经济能源上面 其实成本都反映在 你的售价之上 这是一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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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每一次我在拍的美国 每一次每一次我看的美国 我总是觉得 我总是觉得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值得一来 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美国河流 克罗拉多河 这个克罗拉多河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自然 环境生态的时候呢 其实克罗拉多河 它也面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因为这个峡谷里面有很多的公寓规范建筑 右旷的开采 放射一起污染物 广大抽取了地下水 所以对自然生态产生非常多严重的威胁 你看认真的摄影师总是能抓到小动物 有没有 哎呦 可爱吗 虽然很多人会常讲说 我之前我记得我在摄影的时候 我常拍松鼠 那很多人会说 其实台湾松鼠也很多 是啦 是也没有错啦 但是你知道 这个松鼠出现在哪个区块 它的背景它的环境呢 会让你整体看起来更美 所以在这种大峡谷里面 看到小松鼠就觉得很可爱 有时候我拍了很多的松鼠影片回来 结果后来在货制剪辑的时候 发现同事们其实也很喜欢拍松鼠 回来的时候也常常看到他们在拍松鼠 尤其是我们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 更是摄影机马上拿起来拍 大家都喜欢感受这种自然环境 有没有 那我刚刚前面也提到了 克罗拉多河 也因为种种工业的因素 美国金钱主义 金钱第一 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说美国 我们很向往的美国 觉得美国什么都很好 但是有时候它的功力主义重到 让我个人觉得 哇 有时候韩式不能完完全全 都以金钱为作为第一考量 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说的 但是没有办法 现阶段 克罗拉多河 它大部分的水泉 几乎都给了Las Vegas 而且它目前的土地侵蚀率 也越来越高了 你看我们准备 再做直升机 飞离谷底 来哦 让我们飞上天空 来跨买美国大峡谷 再来看一次 哇 很棒哦 做直升机的感觉 就是很棒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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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的 光看影片都觉得很棒 我相信来了 现在呢 坐在家里面看 你一定会对于 我们摄影师 当时很努力地在拍摄 现在看到成品了吧 你们又觉得很棒啊 那在大峡谷里面呢 我们现在在环绕这个大峡谷 车子是没有办法进来的 我们必须坐着 在本身 有国家公园所提供的巴士 这种小的巴士 在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 ABC点之间呢 串流着 所以现在呢 我们坐完了 我们的直升机 我们坐上小的巴士 继续环绕大峡谷 前往大峡谷 国家公园 下一个景点哦 说起了天空步道 我觉得 全世界 天空步道 都在这里啊 因为 东西是 在美国的大峡谷 为了要 让它 更有什么 更有人气啊 而盖了这一个 天空步道 这个天空步道呢 从此以后 如雨后春水般的 在世界各国 开滑 绽放 大家把这个idea 全部都带到 自己的国家里面 去盖起了天空步道 台湾 中国 亚洲 各地都是啊 空中玻璃 走廊 天际行 等等啊 过来 他在美国大峡谷的西约 这样子才派得到 大家进去 为什么 因为进去里面 他为了安全起见 不让啊 不让人家呢 带摄影机进去 相机 什么都不能带 就为了安全起见啊 你看看这个跟中国大陆 跟台湾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人流控制非常的好 但相对之下呢 他也会帮你拍照 问题是呢 价钱很贵啊 有的人会觉得不值得 有的人觉得呢 非常值得啊 看你自己啦 美国大峡谷的西约 瓦拉派 印第安保护区内的一个人工观光景点 世界上第一个空中玻璃悬挂式的观景走廊 以一个优质型建国的峡谷 悬崖边缘 最远的地方距离 悬崖旁边就约20公尺 底下呢 大概有1200公尺深壮丽的峡谷 以及科罗拉多河 世界上最高的空中走廊 2007年开始正式的营运 每一个人收拾十几块美金 真好谈 想弄起来之后呢 从此以后开始回本了 那听听不到 由出身上海的美籍的华裔商人 叫做什么Devi 金先生所构思 结合来自于拉斯维加斯的工程设计团队 在2004年3月开始新建哦 哇 湛蓝的天空 玫瑰色的大峡谷 壮阔的这种风景 大峡谷真的引人入胜啊 这里是天空步道 我们在天空步道的外围啊 在这里啊 刚刚那个天空步道呢 它的结构强度可以承受 时速160公里的八面强风 以及发生于80公里内的 瑞士规模的800的地震呢 不过了为了安全 也许观光的品质呢 业者规定说呢 你最多坑里的100基石人 在这里里面而已 而且会发给每一个游客特殊的这个鞋套 避免刮伤 以及避免花道 这就是最有名的天空步道 瓦拉派 这个印第安族人来这边来管理啊 那当时当然也是经过很多的抗争了 瓦拉派认为你怎么破坏我神圣的土地啦 支持者认为呢 你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啦 解决我们印第安人的失业率的问题啦 等等啊 那对于这个过度开发永续经营呢 其实也曾经正反了两面来争执过 但是到后来呢 跟经济还是低头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办法 我相信呢 坐空中走廊呢 他的问题点不会大过于 瓦拉派和上游的这个行进水坝 人就是这样啊 为了生活 你会破坏环境 破坏了环境 将来你没有办法生活 永续的将来 就是呢 不要破坏环境 不要破坏环境 有时候又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每一天改变速度都很快的世界 文明啦 科技啦 尤其是近代史 科技突飞猛进 很特别 而这个地方 大峡谷最特别的就是这里的乌鸦 这个乌鸦 总是让我住在这边看很久 这里乌鸦会飞到高空 然后俯冲下去 一般地方的乌鸦 不太一样 特别大只 所以当今大峡谷的旁边 这个地方呢 我只要看这个东西 不管是松鼠也好 鹿也好 椒也好 都给我 一种 哇 真的 讲那句话 活着健康真好 长大以后 会特别珍惜的这种 心情缘分 身体健康 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峡谷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啊 是沙漠里面 这个通往峡谷的唯一路 也回程呢 也是经过 无佛大坝的唯一的路 那这条路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平站 而且车辆非常少 那这条路 是在1950年代就开始游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伟大的坝 就叫做 你看看 这个白色的 是这个高水位 你看看 现在地水 它利用这边最窄的地方 我们叫做厄口 你看这个山是不是有点 所以他们叫做黑色峡谷 当时就盖这个 拉登呢 把纽约的世贸搞倒了 当时就放话 要把这个坝给炸了 哇 这坝炸了还得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 我们才盖的这条路 那那个地方不准走巴士 也和托拉谷 这样了解吗 我们现在只有这样眺望 那所有的塔牌 你看都是东岛西歪的 有没有看到 都是东岛西歪 为什么 因为岩石太坚硬了 这边的铁架 就是所谓的发电厂 发电厂 好吧 我们现在亚历桑那州走完啦 我们回到了内华达州 内华达州 那这个地方啊 我们今天来 真的是风和日丽 暑假来这个地方 我要带你们走路 你们都不敢走了 真的 吓死热得不得了 国家公园 一路走来 是不是感觉到很震撼啊 我们又走到了另外一个叫 密德湖 密德湖 人公湖啊 美国最大的人造湖 水库 在内华达州跟亚历桑那州 交接之处 Las Vegas 东南边48公里 所以来到这边 你就知道 我们正在往 Las Vegas的方向走了 最著名的 湖 佛 水坝 南 克罗拉多河之水 形成的 就在这儿 水库在大坝之后 延绵了180几公里 有350亿 立方米 水库通过了给水工程 供应的 Canifornia跟Nevada 这个社区的用水啊 优优出炸物 铁 Se 下 other 我们 感谢观看